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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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魏国上一回的贬号到底是怎么贬的呢 第二个疑点是 魏国到底应该是什么级别 原本就有点模糊 魏国的第一任诸侯是周五王的弟弟康书峰 然后代代相传 史记为康书世家记载说 传到魏清侯的时候 在位的天子是西周一王 魏清侯给了周一王大把好处 换来了魏国的爵位升级 总子魏国就是侯爵国了 但是唐朝学者司马珍在史记所印当中提出质疑 认为魏国从一开始就是侯爵国 到底孰是孰非呢 1931年河南汛县新村 现在的赫壁市齐滨区庞村镇 出土了一件魏国初年的精美青铜器 称为康侯鬼 明文明确记载了康侯受封于魏 这不但证明了司马珍的质疑 没有错 还证明了魏国的建国 比史记的记载要早 这件康侯鬼出土之后流落他乡 现在陈列在大英博馆里面 我在文本里面放进了康侯鬼的三张照片 一张是最标准的测试图 一张是俯试图 可以看到内壁的明文 最后一张是明文的特写 我用方框圈出来的就是康侯两个字 你可以看到侯的原始写法 场字头的底下画了一支箭 这是一个象形字 场字头表示箭靶 那支箭就是射向箭靶的箭 诗经里面有这样两句 中日射侯不出正息 所谓射侯说的就是把箭射向箭靶 射箭是古代武术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项目 很可能正是从这个意向上 猴子引申出了军事领袖的意思 又成为了五等爵的名号之一 有康侯鬼做正 看来魏国的初始设定 就是侯爵国了 史记记载 西周末年 东周初年 魏国秦王有功 周平王给魏国国君升级为公爵 魏武功是第一代公爵级别的魏国国君 从此历代魏国国君都成功不成侯了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到底可不可靠呢 古代学者是很有质疑的 但我们不必深究 姑且采信使记的说法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魏国虽然级别提高了 但国力不但没有跟着提高 反而一路暴跌 魏国大概是终于受不了这种反差了 这才主动降级 但这个又会引来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 升级和降级 难道自己说了就能算吗 第二 自这东间记载魏国主动降级 服属三晋 是给三晋当小弟 而三晋呢 在级别上也是侯爵 所以魏国降级之后 按说也还能和三晋平起平坐 并不敌三晋一头 这小弟该怎么当呢 诸侯爵位的升与将 是先秦史和经学史上的一个老大男子 因为在史料里边 尤其在春秋里边 确实没少出现同一个诸侯国 爵位等级发生变化的情况 这种变化到底是事实上的存在 还是价值上的褒贬 众说纷纭 一斗重重 历史问题 一旦和春秋战边 茫茫就会变成很严峻的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公元前712年 这是鲁国国君 鲁颖公执政的第11年 春秋记载 藤侯和薛侯在春天来鲁国做国事访问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 鲁颖公忽然死于暗杀 幕后黑手上台继位 这就是鲁桓公 冬天一过 正好新年改元 在这新一年的春天里 藤国国君又来鲁国拜访了 春秋的记载是 藤子乃朝 矛盾出现了 上一年的记载里 明明写的是藤侯 怎么这一年就变成了藤子了呢 难道藤国忽然从侯爵级别降为子爵级别了吗 五等爵由高到低 依次是公 侯 伯 子 男 侯爵是第二级 子爵呢 是第四级 怎么会仅仅一年之间 藤国就一下子降了两级呢 一般学者认为 藤国降级这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从侯爵变成子爵 这是实实在在的降了级 谁能给藤国降级呢 除了周天子 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这件事应该就是当时在任的周桓王做的 天子权威虽然衰落了 但余威啊 总还是有的 就算控制不住大国诸侯 但收拾一下藤国这种超级小国 总还是能做得到的 至于为什么要给藤国降级 很可能就是因为周桓王对藤国国君的做法 有意见了 认为他不该去拜会 鲁桓公这个弑军篡位的罪人 另外一派学者从春秋大义出发 认为藤国在事实上并没有降级 字面上的降级是孔子写春秋的时候 存心那么写的 为的呢就是表达对藤国国君的批判 认为他不该去拜会鲁桓公 还有第三种声音 推测藤国的贬号是自己贬的 因为不目虚名就能多得一点实力 春秋时代大国争雄 一方面大国啊总要拉拢更多的小弟 一方面呢 小国啊总要棒着大国当靠山 鲁国和藤国就是这种关系 鲁国强当大哥 鲁国弱当小弟当小弟要尽小弟的义务 拜访大哥的时候总不能空手去 一定要带足贡品 上贡这种事情需要定时定量 该怎么定呢 照例就是按照级别来 级别越高承担的义务呢 就越高 上贡的数额就越大 这倒是人类社会的通力 今天的国际关系当中啊 也能看到这种模式 从常理推测起来 这种情形可能正是为国自贬绝好的原因 既然只能给大国当小弟 减轻一点义务总是好的 反正名与实早已经背离太多 以至于高等级的名分看上去反而像是讽刺 这样做倒是还有一个坏处 道理和前面一再讲过的开先例的问题 刚好相关 坏事一旦开了先例 人就很容易破罐子破摔 魏国后来还要继续贬号 彻底贬到了五等决系统之外 郑军属于孟长军 姓陵军那种级别 连独立国家的身份都不要 但这个解释途径 还不能彻底消除疑点 麻烦就在那个更贬号约侯的更子 怎么看 怎么都没有着落 明明说成贬号约侯就足够了 为什么偏要说成更贬号约侯呢 一旦我们深究细节 打破煞锢问到底 就会牵出一个陈锋千年的历史一案 我们下一讲再谈